好了 同學好久沒見了 這段短片就要講講EtoLibium Summary究竟是怎樣 因為其實真的教了你們四段Youtube 但整本書其實真的教完了 所以你問我都有點離地的感覺 好像這麼快就教完了 其實是的 如果我們在學校裏 大約需要兩三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兩星期左右 應該這一課就可以測驗 即是有uniform test等等 所以沒辦法 我們在這裏我都覺得有點離地 所以想跟大家在這裏做兩條PathPaper給你們看 希望在PathPaper裡面 你大約都了解到EtoLibium的難度是怎樣 這一條在PaperOne裡面一定出的 即是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 都有出到一條 即是說太簡單了 其實這條是一定要送分然後會做的題目 它不像organic cam 你沒有背到就不會 不是的 這條是一些數學問題 還要是按計數機的數學問題 這條是送分的 但是雖然說送分 你都有四樣東西 你是需要知道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defination 其實EtoLibium的defination 你沒有背到的話 搞不好的 這個defination 就沒有那些 MVP Change那麼複雜 這個defination就是 Rage of Forward Reaction Equals the Rage of Backward Reaction But it is not zero 即是說 向前的反應和逆向反應的Rate 是一樣的 但它們一樣的時候 不等於零 就是這麼簡單 這一個Stagement 你要背了它 第二樣要知道的就是 KC怎麼計算 假設有條Equation 就是A加B 產生兩個C加D 複雜一點 所以給2兩個C 給你看看 你解不解決 KC其實很簡單 是Product 除回reactant 即是說 KC等於C的二次方 乘回D 再除回A 再除回B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CoEfficient有2 就代回次方 就可以了 第二樣東西 你都需要知道 就是Unit 懂不懂得怎麼計算 你忘記怎麼計算 我真的不說 看另外的Youtube 再說多一次 再看多一次 你就可以了 應該大部份拓仔 都Cover到 都Follow到 開始難一點 就是這個Ice 那今天Ice的計算方式 Pastware反而會經常出 都會問你Ice 這裡是會常出的 而且都比較難一點 因為按計算機的 複雜程度會高一點 另外QC QC跟KC的計算法是一樣的 不過 其實不是經常出的 因為他都是想問你 Equilibrium 將會吹向哪個 Equilibrium 未到的時候 reaction是哪邊 是快一點的 另外 Latralina Principle 經常出的 不過出的內容 可能是1-2分 很簡單的 問你Shift到左邊 還是Shift到右邊 今天跟你做的兩條Past paper 都有提及到 事不宜遲 先做最新一年的 不是2020 本身星期六考 就沒有了 近遲到4月 先做2019年的一條Past paper 就是12條 先放大它 這條 這條好像很複雜 給你一條Equation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Fe3正 加一個 Cscn Negative 出了這條 其實這條是一個 血紅素的東西 即是說 你的血為何會變成 深紅色的東西 類似這樣的東西 跟鐵質是有關係的 現在第一條問題就是 Express the Equilibrium constant Kc 即是說 他叫他寫下 Kc 一分 這樣就一分 大件夾底吃 寫下 Kc 就等於 Product Fe Scn 2 0 2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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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給你一個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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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九成都是用Ice 這裡要留意 要不就叫你計算Kc 要不就給你一個Kc 然後你用回Ice 即是按機 他就說 Equilibrium constant 就給你了 之後 這個mixture 本身是mixed by 即是說 未去到Equilibrium mixed by by mixing 我未去Equilibrium 加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是加20cm³ 0.03mhz Feno3 咦 Feno3 是什麼呢 提供Fe3 正 這個東西 是會提供Fe3 正 然後 第二樣東西 就是10cm³ 0.3mhz Kscn 這個東西 就是提供我們的 scn- 好 好了 我們利用Ice 的時候 首先要計算 Innesial Concentration 否則什麼都做不到 怎樣計算呢 第一步 當然要計算 Fe3 plus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 of Fe3 plus 等於什麼 等於 Molarity 乘回Volume 0.03Molarity 乘回20cm³ 0.03 Molarity 乘回20cm³ 乘回10cm³ 乘回10cm³ 不要再問我為什麼 10cm³ 真的打爆你的頭 這個不是concentration 先塗掉它 這個是先計Mode 先計Mode 好了 計完Mode之後 你應該可以計到Fe3正的concentration 為什麼我不直接給你0.03呢 現在是兩杯東西 一杯就是Fe3 還有Kscn 有第二杯東西 它們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雖然它的Mode是不改變的 不過由於這個左邊的溶液 加上右邊的溶液 它們總容量是怎樣 是會多了的 那就是說 concentration應該稀釋了一點 因為我加了其他溶液 那就是說 我的concentration的濃度 沒有計數機很煩 0.03乘回0.02 等於0.0006mol 這個是Mode 除了新的concentration 新的Volum 20cm³ 再加10cm³ 即是說30cm³ 乘回10-3 即是除了0.03 即是說 新的Volum 是0.02mol DSE是不接受的 是做單位的 所以我們不要懶 mol dm-3 計算完 F2-3 就快一點 計算 scn concentration 因為你都明白到 其實是稀釋了 所以是10cm³ 乘回10-3 乘回 Molality 是0.03 0.03 下面也是0.03 因為是30乘回10-3 它的Volum 都應該是一樣的 30乘回10-3 應該是等於0.01mol dm-3 好了 我計算了兩個 concentration 終於可以利用Ice 因為F2-3 scn- 產生F2-scn 是不是呢? 有沒有Charge 是有Charge的 異症 我利用Ice Initial Change 和Equilibium 的時候 這裡沒有計算機 所以自己計算 數個答案就是 好了 Initial的時候 FE3是0.02 scn 是0.01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產品什麼都沒有 好了 這個Change 大家都是1比1 就是說 我減少了一倍的時候 我應該會增加一倍 這裡麻煩你們要按計算機 因為Overall Final concentration 它們是0.02-x 0.01-x 和x 所以給了KC KC是1.8乘10的三次方 這裡 那就是1.8乘10的三次方 哇 都shift到右邊 都幾多 就等於x 除0.02-x 和0.01-x 以下就是你數學的問題 這裡就不同你去計算 不過 即是按計算機 都應該可以按到 好嗎 OK 這些就是給你感受一下 Partner的難度是什麼 好了 C 他就說 Equilibium Concent KC 是會增加 When temperature 增加 記住 我們有3個Factor 是Shift Equilibium Position 第一個就是 Pressure 第二個就是 Volume 第三個就是 Volume 第一個是 Pressure 第二個是 Concentration 第三個是 Temperature 然後唯一是 Temperature 會改變KC 他就說 當溫度上升 Temperature上升 I don't know No 當Temperature上升 的時候 KC都會上升 他就問你 Every change of the reaction 是Positive Negative 還是0 沒有可能是0 神經病 他就問你 是Positive 還是Negative Negative是什麼意思 記不記得 Negative的話 即是Extrofermic 放液反應 相反 如果是Positive 即是是Extrofermic 吸熱反應 我怎樣知道 它是放液還是吸熱 它不用 它要expring suggest and explain 即是要解釋 解釋很簡單 就是因為 它 稍後寫給你看 但要先記不記得 KC 和Temperature有什麼關係 這個時候 我畫個表 當Delta H 是放液 和吸熱的時候 然後跟Temperature 上升和下降的時候 記不記得這個表 好了 他說 KC 是會上升的 當溫度上升 溫度上升 即是這一格 正 負 KC 是會下降的 因為這個位 KC是會下降 正負 可以負 正 正 可以正 上升 已經回答你了 那麼 Nephp change 是N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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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令KC 會上升 所以答案就是 Delt Hp 是N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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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因為當溫度上升 很簡單 寫下一個表明 當溫度上升 那個KC 就是Nephp 是Nephp Delt Hp 是Nephp 是Nephp 就是這麼簡單 這條 最後一條 When little amount of sodium sulfite is added to the equilibrium mixture the color becomes pale 淺色了 為甚麼會這樣呢 好 你要想一想 SO2其實有甚麼用處 SO2 不是SO2 SO3二負有甚麼用處 SO3二負這個東西 你看到它一定會知道 是產生SO4二負 是會做了Redox 加回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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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它會做 想一想 Oxidation 還是Redox 它會做 4變6 Oxidation 這個是Oxidation 然後 咦 我們題目裏 有哪一樣東西會做Redox 看到這個 是FE3 FE3 你應該聰明了 FE3 會怎樣 變成FE2 異症 即是說 我題目裏 我會消耗你的三症 會是少了 因為三症變成異症 這樣就少了 那為甚麼會淺息了呢 為甚麼會淺息了呢 就是因為 FE3症下降的時候 根據Latralina Principle 這個東西 Equilibrium會怎樣 Shift to Resist Your Change 即是說 我會對抗你的變化 那我怎樣可以對抗你的減少 Equilibrium會產生多一點的reactant 那我Equilibrium會轉向左邊 令到你FE3症 希望可以多一點 那問題就是 因為 因為 SO3 2- 會 減少 FE3症 那因為 我會減少了 FE3症 那所以 Concentration of FE3症會怎樣 會下降 那根據Latralina Principle 希望你不要串錯 Principle 像我這樣 Latralina Principle 會 Shift to Resist Your Change 所以 Equilibrium Position 會Shift to 邊邊 就會Shift to 左邊 所以 Color Will Be Player 淺色 真的這麼簡單 那你問我 最難的那條 就是Ice的部分 其實是 2018 這一條 更簡單 真的 神經病 我剛才給你一個 Graph 它就說 現在裡面有XY和Z 廢話 裡面一定有幾樣東西 要不然 嘩 嘩 就是Graph 已經和你練習過這些內容 我們試試看 是否做到 首先 先看X X 就是 增加了0.6 然後Z 增加了0.2 然後Y 本身是0.7 變成0.3 即是 減少了0.4 那 增加0.6 增加0.2 減少0.4 你應該推斷到 這條色 就不是XY和Z 反而反過來Y 就會分解 變成X加Z 然後 我們看看它們比例的點 比例的話 我們先用Y和Z 容易計算 因為消耗2個Y 就會產生1個Z 就這麼簡單 然後 X就麻煩 Y的比例就是0.4和0.6 那也不是很騎了 因為消耗2個 就怎樣 產生3個 即是說 你首先要猜到 它是2個Y 分解成3個X 加1個Z 還未開始做連問題 問題說什麼 他就說 在Graph裡面 怎樣知道 它是reversible 低能嗎 你給我 reversible reaction 怎麼知道它是reversible 你這題目說 當然不是 你看Graph也知道 如果是reversible 會怎樣 如果是reversible reversible 應該有一個Curve 這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應該跌到0 我才沒有東西可以再做反應 既然它不會跌到0 什麼意思 當你消耗Y的時候 仍然有些物質 會產生你出來 所以它才不會跌到0 即是怎樣寫下SIR 什麼很簡單 就把Factual給它 由於 Y 會不會跌到0 由於 會不會跌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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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a irreversible reaction 超低能 就是這樣做就可以了 下面那一條 要計算到KC 噢 所以我們猜這條 是有意思的 我們剛才猜是2個Y 分解成為3個X 加1個Z 然後再看一條問題 低能的問題 已經簡化到 我給你 那你給這兩個DM Cube 就沒意思了 你都給我 那這個給我做什麼 沒用 那更簡單 寫下X,Y,Z 那一刻的濃度就可以了 X就是0.6 好亂 先拆掉它 X是0.6 Y是0.3 Z是0.2 搞定 實食沒有黏牙 那就是KC 就等於 X的3次方乘2 除Y的2次方 即是等於 0.6的3次方乘0.2 再除0.3 0.3 的2次方 用計數機 0.6乘0.6乘0.2 除0.09 就是它的答案 用計數機就可以了 按一下 等等 0.6乘0.6乘0.2 除0.3 除0.3 0.48 那當然還未完 你要計算unit unit方面 就是上面4個 下面2個 希望你明白我這句 什麼意思 希望黎千鋒 什麼叫4個 不要問我這些 爆了它的名字 那就是說 Mode 2次方 Dm-3 就是它的unit 希望你懂得計 不懂得計 看一段影片 最後一條 超低能 它就說 The Rage of Comments 寫回答是0.5 comment The Rage of Relation 0 如果能給Equilibium Rage會不會變成0 當然不會 Low 為什麼 因為低能 當然不是 要解鏡 那就是由於 Equilibium Rage of Forward 等於Rage of Backward 哎呀 Rage of Rage 它們是不會等於0 那就可以了 Rage of Forward 等於Backward 和它們不等於0 你寫下一點英文 那就可以了 And D 等於C 那就搞定了 好了 希望看完影片之後 都明白大約了解到 Equilibium Position 它的 Case 計法 等等 這些是必出的 所以 回到去之後 希望可以回到去 之後 我們會做一點 Path Paper 我都會剪接 Path Paper 變成 Crisis 希望星期三 之前 完成了Crisis 好 喜歡的話 就按LIKE我 和訂閱這段影片 拜拜 拜拜